校園的營養午餐 是一個受到社會大眾非常關注的問題 不過我們發現除了市場EQ在行政執行面遭遇到困境以外 其實既有的午餐推動也有很多的困難需要來做協助 所以我們在面對這樣的困境的時候 我們就來思考有沒有機會我們來成立一個專業辦公室 這個專業辦公室它要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呢 我們是不是來蒐集現場遭遇到的困難 以問題解決導向 來思考在整個制度面 法律面 經費面 到底莊政府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我們今年希望能夠做到的五個方向 一個營養師的充實 一個午餐直密的行政的負荷的降低 一個在偏鄉的經費資源的投入 再來第四個就是午餐條例的整個架構能夠提出來 第五個午餐條例架構之前的一個行政上的法規命令或是職權命令 現在中央雖然有訂了一些午餐的術域事項 學校衛生法 食品安全管理的法規也有很多也訂了一些參考的契約範本 但是很多規定散見在各處 而且有一些還是在於原則性建議性的東西 它在法律的整個位階上面 我們在思考有沒有可能我們來把它提高 拉高到法律的層次 像日本、韓國都有這樣的一個營養午餐的專法 我們認為它過往這些東西跑在前面 可能某種程度的穩定性也許值得我們來參著 它的那個條例的架構是怎麼設計的 那當然會看我們自己的情況 然後我們再去盤點現在到底有哪一些核心的重要的概念 是閃見在別的地方的 因為你要理解那麼多的規定有時候 那為什麼不幫忙整理 我們認為這樣做對整體的午餐的改進 會有一些大的幫忙 在那邊